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9月29日 傅贤对迪华基感兴趣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应超声班马傅贤有意引进史提芬迪华基 而国米要等待明年春季再进行续约谈判 国米后卫史提芬迪华基的合同在明年6月到期 他在国米可以拿到420万欧元年薪加奖金 此前纽卡素曾开出一份600万欧元年薪的三年合同 邀请史提芬迪华基 但荷兰后卫拒绝了邀请 史提芬迪华基希望能和国米续约 他愿意保持目前的年薪并签约两年 但由于国米目前的财政情况 已经冻结了30岁以上球员的续约谈判 要等到明年春季再和史提芬 迪华基进行谈判 意大利媒体称 傅贤也对史提芬 迪华基感兴趣 并且已经接触了球员的身边人员 了解这位荷兰后卫的合同情况 傅贤在本赛季成绩不错 而且老板愿意花钱饮员 球队的目标是下赛季的欧战资格 此外如果史提芬迪华基合同到期 纽卡素可能再次邀请他加盟 一旦国米无法和史提芬 迪华基续约 球员将前往英超继续自己的球员生涯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